OK 各位同学 我们这个单元要跟各位讲一下超级二极体 还有它的应用 就是精力整流电路 好 什么叫一个超级二极体呢 就是这是一个OP 那OP呢 你把它类似把它弄成一个buffer的形式 就是这个input接到正端 然后呢output呢 把它做一个回收到负端这边来 做一个负的回收 只是说在这个回收 回收这个回路这边呢 那加上一个二极体 那这边这整个部分 这就是属于一个超级二极体 这是属于一个超级二极体 好 那超级二极体的行为是什么呢 好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当正端比负端来的大的时候 各位想想看 如果正端比负端来的大 那OP本身呢 它的放大倍率很大 非常大 好 大概 好像我们之前说过 它可能就是大概有20万 那么V正比V-V只要大一点点 那这边的电压就会很高 然后这边的电压就会很高 然后呢 这边电压 电压很高的话 它瞬间就让D1导通 那这样的话呢 这里一导通的时候呢 各位就会发现说 如果这里进来 然后这里一导通的话 那因为OP本身需接地的这个关系 所以呢 这个V正呢 就会等于V负 OK 因为只要一导通 一导通 这边一导通的话 那这边就是属于虚接地 所以呢 Output这一点是VO Output跟V负是一样的 所以VO会等于V负 那V负呢 因为虚接地又等于V负 那V负呢 又等于V印 所以最后呢 V印呢 会等于VO 也就是说 当这个点的电压 比这边的电压来的高的时候 VO会等于VI OK 然后呢 接下来如果看 再重新看一遍 如果说 V负小于V负 V负小于V负的话呢 那 他减他就是一个负的电压 负的电压的话呢 会乘以一个很大的Gain值 这里就会小于0 那D1呢 就没有办法导通 这里就没有办法导通 在这样的Case D1就没有办法导通 没有办法导通的话呢 那我们看一下 这边呢 就不会有电流通过 好 那所以呢 各位看一下这个回路 这个电阻啊 他流过电流大概是多少 就是I这个流进OP的这个电流 那我们知道说 流进去OP的电流 这个I负 是不是基本上 他很接近于0 所以呢 流过R1的电流呢 这个I呢 基本上呢 也是0 所以他就不会有压降 不会有压降的话呢 那OUTPUT呢 就等于0 OUTPUT是R1两端的压降 OK 所以 基本上 如果是用SuperDial的话 你做成这样的形式 他只有两种情形 OUTPUT只有两种情形 一种呢 就是 OUTPUT跟INPUT一模一样 第二种情形呢 就是OUTPUT呢 几乎等于0 好 那跟D1的压降呢 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那什么时候V正会大于V负呢 大概 可大家 大家就可以稍微猜到 因为这里是正 这里是接这个电源 直接接进来 所以呢 大概就是正半波的时候 正半波的时候 因为基本上I负 如果在不导通的时候 I负基本上是0 所以在正半波的时候呢 这个V正就会大于V负 他就会导通 所以VI就等于V 那如果是这个负半波的话 负半波的话 这边就不会导通 因为负半波的话 V正这里就会变负的 他就不导通 OK 所以这里是SuperDial的图 那我们会发现说 假设INPUT呢 是绿色的 那OUTPUT呢 就是这个红色的部分 那红色的部分呢 在正半波的时候 完全通过 那负半波的时候呢 它不会通过 这有点像整流 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NIGER没有压降了 没有二极体产生的压降 所以SuperDial的呢 如果你用一个二极体 跟一个OP结合 变成一个SuperDial的话 你的整流电路 不再有压降 你的整流电路不再有压降 所以我们这叫超级二极体 OK 这个就是 那这样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这样构成的话 就是用一个 这个OP 二极体 然后呢二极体呢 是把它放在它的 这个负回收这个回路里面 它就会形成一个ID的Dial 不会 不会有压降 不会有压降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模拟 好 这个模拟呢 我们D2呢 都是EN009 这个是一个半波整流 那同样的 这也是一个半波整流 只是说 这个 OUT2这里呢 其实它形成的是一个 这个精密整流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SuperDial的 那各位会发现说 这个 单纯只用二极体的话 它整流出来会有个压降 它整流出来会有个压降 然后呢 这个有加上OP的话 它整流出来不会有压降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这个 这个最高点 这是最高点的地方 OUT1 它的最高点是4.3476 然后OUT2是4.9984 这个4.9984很接近 几乎没有任何压降 OK 这个是所谓的这个超级二极体 那它跟 这个相关的这个电路 电阻电路配合在一起的话 它就会形成一个精密的整流电路 这是一个精密的整流电路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